神像诡异 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清清 20087集 七八分钟后 张凡几人便到了赵大宝的家里 赵大宝老婆正在做着饭 她做的是宴席一类的饭菜 没有一个小时是做不好的 张凡冲赵大宝说道 别让你老婆这么麻烦 做这样的菜了 我看她已经做好两个凉菜了 再给我们下点面条就好了 没事 我老婆做饭很快的 一会儿就能做完 这个 我们实在是饿得厉害了 等不了了 那好 我让我老婆马上煮面条 几位先吃凉菜啊 见张凡这么说 赵大宝立刻便做了一个情的手势 张凡点点头 而后坐在桌子旁边 吃几凉菜了 七八分钟后 热气腾腾的面条便上了桌子 张凡三人大快朵一地吃起来 凡哥 在井下的时候 咱们应该询问一下那个大妖 是怎么把聚原液 从银色液体里面给分离出来的 咱们破坏了他的计划 他对咱们恨之入骨 而咱们又威胁不了他的生命 即便是询问 他也不会跟我们说的 对 我赞同张大师的观点 李莲英说道 你家伙高得很 现在咱们没有刀架在他的脖子上 他不可能跟咱们说的 那好吧 黄清云轻叹了一声 咱们短时间内 恐怕不可能把这聚原液 从银色液体里面分离出来 毕竟李莲英用了二十多年 也没能找到分离银色液体的办法呀 这也不一定 老李没有找到办法 是因为这银色液体 从来没有在他的手里面待过 他也一直没有机会 可以好好研究一下这个银色液体 现在东西在咱们的手里 咱们有大把时间可以好好研究 再向上现在的科学手段 咱们还是有很大的机会 可以把剧原液给分离出来的 也是这么个道理啊 樊哥 咱什么时候回啊 今晚在赵村长家里面休息一晚 明天看着村民们把金口给封了 然后咱们就走 说完了 张樊又把目光投向赵大宝 一会儿你找一些机械设备 明天把金给填一下 然后用铁板把金口给焊住 啊 其实在村子里发生第一次坠井事件之后 我就产生了这个想法 不过那些个机械设备的老板 都感觉我们村这口井斜行 即便我出的钱比市场价格还要高得多 可是也没有人肯接这个活 我是个小包工头 也想过自己买机械设备来填 毕竟这些个机械设备 在我以后的工作里也能用得到 可是我也有点害怕啊 我怕把这锦给填了以后 给我和我的家人带来灾难 赵大宝一边说 一边摸了摸脸蛋 而后冲张樊试探性地问 张大师 那我把这锦给填了 不会出什么事吧 我怎么可能会让你们出事呢 你放心大胆地干吧 得到张樊的肯定 赵大宝重重点头 痛快地说道 行 那我明天一早就去购买机械设备 把这锦给他填了 张樊 黄清云 李莲英三个人 今天操劳一天 十分的疲惫 吃完晚饭以后 三人便直接回到了赵大宝 给他们安排的房间睡下了 第二天早晨八点 张樊三个人还没有起床呢 便接到了赵大宝的电话 他说机械设备都已经买好 已经到了井边了 这赵大宝起得可真是早啊 三人起床后 每人从赵大宝家里面拿了两个包子 也到了井边 井边有一辆崭新的挖掘机 赵大宝正满脸笑意地 打量着挖掘机呢 与此同时 他还不住点头 看他的样子 应该十分地喜欢这挖掘机 见张樊三个人过来 赵大宝急忙便迎了上来 满脸兴致地 向三人讲述着 买着挖掘机时候的情况 张樊三人 都不识礼貌地称赞两句 这本来是一个垃圾山 你就把这些个垃圾 全都填进井里面好了 这也算是废无利用了 张樊说着 打量了一下四周 我也是这么想的 赵大宝笑了笑 而后便开始操作挖掘机 往井里面填充垃圾了 也就是一个小时的时间 那口井便被垃圾给填满 他早就准备好了厚重的钢板 直接便使用焊机设备 把那钢板 死死地焊在了井口上 赵村长 这事就算是告一段落了 那我们就不再逗留了 张大师 这事耽误了你们这么长时间 我代表我们全体尊民 感谢两位 赵大宝满脸真挚 一边说着 一边朝着张樊和黄庆云 深深地锯了一躬 张樊则急忙地 把赵大宝给扶起来 对了张大师 那些钱我还在分发当中 还没有分发结束 等分发结束了之后 我会出一份具体的明细给你 赵连强儿子的一百万 我也给预留了出来 你就让他放心好了 嗯 张樊应了一声 赵大宝又和张樊几人 寒暄两句 张樊几人便离开了 黄庆云开着张樊的车子 张樊开着香货 朝着平山市 第二医院的方向驶去 到了平山市第二医院门口 张樊对李连英说 我们在外面等你 你进去 跟你孙儿告个别吧 谢谢 李连英由衷地感谢道 今天张樊不带他过来 跟着孙儿道别 直接把他给处决了 他也是无话可说的 而且张樊也并没有打算跟着他 这也显示了张樊对于他的信任 李连英下车后 朝着医院的方向走 张樊则从布包里 掏出一个小瓷瓶来 把小瓷瓶微微倾斜 银色的液体 滴落在了手心里 这时候 黄庆云一把拉开车门 也上了车子 范哥 让李连英一个人去 他不会接机跑了吧 上次都没跑 这次就更加不会跑了 那好吧 黄庆云说吧 在张樊手心的银色液体上面 打亮一眼 范哥 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呢 没什么新的发现呢 来说